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种情况对于知识分子 都是很大的冲击 那么科学技术高速发展 这一方面是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一方面又加深了 对人类生活的高度控制 我们很喜欢科学 但是科学有的时候 也是一种商论宝剑 我们都看到那个 周贝林的电影吗 它不是有一个生产线 流水线 是不是 那么人之机器 每个人都成了流水线上的一部分 成了一个流水线上的一个部件 机器上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哲学的字眼 叫易化 听说过吗 就是人已经丧失了自我 变成他的工作对象的一部分 所以科学的两面性就产生出来了 科学的两面性还产生在 对一些技术的 一种核武器的制造上 科学可以什么 科学可以帮助人类进步 但是也可以制造生化武器 核武器 即使我们现在的生物学的进步 也是同样 我们可以科隆技术 科隆技术这个东西 一方面可以为人类造福 一方面也很危险 我们说你吃的菜是什么 转基因素菜 你敢吃吗 比方说你吃的那个肉是转基因的肉 你也不大敢吃 或者说你能不能 就涉及到很多问题 那么我们从这么一种情况来看 我们就感到科学的一种本质 被进一步地揭示了出来 也就是说科学不仅仅可以给人类 带来繁荣幸福 也可以反过来成为威胁人的一种工具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我们的思想家 艺术家就开始进行反思 主要是对三个东西进行反思 一个就是对理性主义 一个对科学主义 还有一个对乐观主义 这些东西进行反思 我们说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 这个几百年时间里面 人类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不断的理性的过程中 能越来越理性 文艺复兴的时候 实际上人已经开始走向理性了 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有一点浪漫情节 后来到了法国的启门主义 那么基本上宣扬的也是理性 所以启门时代也可以叫是理性时代 这个时代启门与感性 理性与感性变成一种对立的东西 而一般来说是以理性为主的 人们要用一种的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情绪 要按照规律来进行办事 一切都按照常理 按照常识 按照规律 按照文化规范来进行修理自己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要去编一部书 叫做什么百科全书 要对所有的东西下定义 然后告诉你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样的 你们应该怎么认识这些事物 然后你应该怎么做 这种理性主义信仰是始于文艺复兴 然后人们长期的对此坚信不移 但到了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 经过了核子武器 经过了战争 科学的两面性被揭示了 那个时候人开始思考 单纯的理性主义是不是完全是对的 假如一个人完全是生活在计划里面 这样的人是不是更幸福一点 还是更不幸福一点 那么和理性相对立的人的感性的一面 被重新提了出来 所以我们说那个古代的一些东西又被提了出来 就是自然的美和私性的美 一些思想家看到 人永远做不到百分之一百的理性 因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这样就出现一种什么 人不仅有自由意志 人还是有自由意志的行动力的这样一种生物 这样一来就出现一种反对理性的思潮 在那个反理性思潮里面 提出一种过分贬低人的做法是错误的 觉得理性会把人工具化 而人的本质是不可以被工具化的 这是对理性的一种反思 然后呢就是对科学进行反思 科学就是科学主义 要求一切按照规律来办 一切按照因果人来决定 于是呢科学就代表了一种 比较可以实证的一种方法 而且呢它代表了一种最佳途径 然后比如说你生病吧 那你应该到最好的医院里去看 因为最好的医院代表了科学的方向 如果你就是一般的江湖郎中去看 那似乎就是你看的并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它可能是不科学的 这样一来呢科学就成为一个标准 把世界的一切的行业就划分为科学的 还是不科学的 那么以科学为对的 以不科学的为业余的或者不对的 这种东西呢有点叫做科学的经验哲学 那叫科学的学验判 那么这样一来呢 一方面呢科学被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位置上来 另一方面呢科学又划分了专业与业余的区分 那个迷信与科学的对立 这样一来呢就那个不自觉的损害了一些古代的东西 古代优秀传统里的东西 还没有被科学验证过的东西 这种东西很多了 你比方中国的那个中草药 中国的中医 是吧 中国的那个经脉学说 你到现在都没法验证啊 但是它就是有效啊 它还没有办法上升到我们的气功 中国的那个气功里面 对人的那个激励还没有被解释出来 但是它几千年已经这么用了 所以呢 就很容易在那个科学面前 它显得不科学 从而呢被贬为第二流的东西 前一阵不是有人鼓吹要取消中医吗 听做过这个阵容吗 这就是因为它打着科学的旗帜 实际上呢也可能 把另一种它不认可的东西 把它归为非科学 其实你说中医是不是一种中医的科学 肯定它有自己的逻辑的 那么这就是说呢 刚才说的呢 就是说如果你过分的提上科学呢 你会把东西按照这个标准来分类 这个标准呢 无疑本身是不一定科学的 第二个情况 就是它会用一种标准 去区分其他的标准 我们认为呢 各个行业呢 都有自己的科学标准 艺术有艺术的逻辑 那个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逻辑 人文科学有人文科学的逻辑 你不能说所有的规律都是一致的 所有的逻辑都是相同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你过分的强调标准的单一化 那么反而呢 你不是在繁荣学科的发展 反而呢 你会一直学科的发展 那么这样一种对那个 科学的反思呢 它就倾向于把我们的事情呢 按照它的本性来分类 像我在第一节课里就讲过 人类的知识可以分为三个世界 是吧 第一个叫感觉与经验的世界 第三个叫科学与什么 科学与那个知觉的世界 还有第二世界我们叫知觉与艺术的世界 我们认为各个世界里面呢 它都可以算是科学 但是它里面所运行的规则 运行的那个逻辑是不一样的 这里就有两个字提出了 就对因果论进行考虑 因果论呢 过去用的一个词叫cause 什么东西都有原因的 什么东西都有结果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更倾向用于一个词叫expression 表现 表达 那个cause和expression有什么区别呢 expression更多的是一种什么 情绪的什么表现 情绪的展现 情绪的表达 而因果呢 这种东西呢 比较适合于用在自然科学上 假如我们说我画一张画 是因为 某某某要点 于是我就做出这个画来了 还不如说 我这个画是我个性的一种自然的表露 你说哪句话更听得懂一点 因为我们觉得了 那个自然科学里面的东西 是可以这么说的 那种子 温度 水 阳光 它就一定会发芽 但是这种合成法呢 你却不能因为你满足几个变量 你就一定成为艺术家 或者你就一定画出一流的作品 因为人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生物 科学往往是走直线的 人往往思考的时候是走曲线的 其实哲学 我们也说哲学是什么 螺旋式的向前发展的 里面也是那个曲线的 所以如果十九世纪是个因果论 十九世纪是个因果论的时代 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以后 艺术家就喜欢用expression 表现表达这样一种画 来对科学进行了一点的修正 这是第二种的思考 第一种是对理性的思考 第二种是对科学的思考 那么第三种反思呢 就是反对过于的乐观主义 对乐观主义的思考 从文艺复兴开始 那个历史就是乐观的 我们说中世纪应该是神的时代 文艺复兴呢是人的时代 那个科学革命以后呢 基本上是物的时代 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以后呢 人类觉得和谐很重要 又到了秦的时代 那么二十世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 人们越来越发现 人是一种感情的动物 人需要走向和谐 不能完全靠那个战争来解决问题 在二十世纪的四五十年代 人们发现物的时代是无情的 十九世纪的人喜欢写这种书 叫做人是机器 诈美科学的发展 二十世纪的人喜欢写另一种书 叫做人应当私意的安居 是不是 这个话语是不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把人当作物来做法呢 这样呢来测量人有没有价值 这种测量出来的价值 是物化了的价值 而不是人的生命价值 因为人的生命的价值 其实是无法测量的 当然你还可以说 你这种剂量可以用在人 创造了多少的财富 但是 这也是不够的 这也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 我们应该把握 人不是财富 人也不是物质 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人的生命的潜能 过于把人按照物理的方法来加以衡量 实际上就表现着对人的无情 甚至我们不能这么说 一个人的生存 生命的力量 是不能简单的用有用无用来表达的 包括我们对一种文化的种子 我们也不能以有用无用来排斥的 有的东西你说他这种文化内核 他暂时没有用处 但不等于他以后没有用处 所以人也不能说 有一个人他以某种标准 因为所谓的有用无用的标准 他是人定出来的 有些人他就在家里 他脱离了社会 他在家里当家庭妇女 但是他把一个家庭管好了 实际上他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 并不等于他一定要上班 他就对社会创造共性 你不能以某种标准来衡量 一个人是有用的还是无用的 所以这样一种加入感情的思考 就从文艺复兴以来 那个盲目的乐观的这种情绪 就加以了修正 这个说 这个乐观主义 好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人不是以一种有用的无用的来划分 而是应该从人的本质 人生存的幸福问题来考虑问题 那么这样一种就是把人的感情问题 人的生存问题 把人的最本质的一些本质给揭露出来了 也就是人和其他的生物是不同的 假如说其他的生物 就是生活在社会处境 生命处境和物质处境里面 但是最能显现人的特征的 是人的文化处境和人的情感处境 因此来说 人的幸福是个复合的概念 而不是简单的单因素满足就行了 这样一来 就把人的生活的丰富化 当作恒良人幸福不幸福的一个标准 这就是我们对乐观主义的一种修正 也就是说 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乐观主义 遭到了新的思考 进行反思以后 人开始对人的生活的本质问题 进行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也就是说 人突然发现 有很多好的东西 人是不应该扔掉的 像古代的对自然的美的崇拜 像中国时代的那种 人非常崇尚的那种私信的生存 实际上都是人类 抛弃了的 好的东西 因此应该 重新地把它恢复过来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哲学流派 这种流派 我们把它叫做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的本质上 是互换自由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它是把个人和社会 进行了区分 它特别强调是一种 作为个别的人 而不仅仅是强调 人是社会的动物 人不仅仅是社会的一分子 人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自我和超我之间 存在着一种相互一存的关系 假如我们这样就是说 你分析一个人 你就要分析一个 不仅要分析整体 还要分析个体 特别对作为个体的人 进行关怀 当一个哲学家 关怀一个个体的时候 存在主义者就认为 人不是处在一个 完全自由的状态 而是处在一种舒服的状态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一幅图画叫做 被舒服的普鲁米修士 知道吗 就这个意思 人的处境就是这样的 人之所以不幸福 是因为人的某些东西 被舒服了 不那么自由 而这种自由呢 恰恰被视为 是艺术文化创造的一种原动力 那么与那个自由相对立的东西呢 恰恰就是次序 所以人的一切活动呢 往往是从追求自由出发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 人要去盼望建立次序 以便让自由得到保证 但是当那个次序 被建立起来以后呢 你生活在这个次序的个体呢 却又不得不受制于这种次序 所以这个关系是蛮复杂的一个关系 那么对于这种思考 这种对于现代社会的优势啊 不仅仅是体现在存在主义里面 它还体现在弗洛伊德的心理 心理分析学派里面 弗洛伊德呢 他是生于1856年 那么于1939年逝世 这样一个人 大家都知道的 后来还出现一个哲学家 叫做亚斯贝尔斯 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德国的存在主义者 他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某些理论 所以我们现在心理学研究啊 就要弄明白什么呢 要弄明白一个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的问题 这种说法有点像 我们过去说庄子 庄子他什么 他白天是人 晚上做梦变成了蝴蝶 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我究竟是人呢 还是我就是蝴蝶 究竟应该以梦境为真呢 还是醒来的时候为真 梦中庄子成了一个蝴蝶 醒来就是庄子 那么自己究竟是蝴蝶呢 还是庄子呢 那么像那个弗洛伊德学派呢 就认为人有一种潜意识才是真的 人的表现出来的话 不一定是真的 只有在做梦的时候 表现为潜意识的才是真的 人真的的心思 只能通过对梦的解读才能发现 白天讲的话可能是假的 是在社会的处境里生存而说的话 只有当人完全放松的时候 对自己完全自由的时候 或者在做梦的时候 你才反映出是真正的自我 那么这就是对人的真正的愿望 进行了解读 那么从心理学出发呢 就引申到存在主义 那么所以呢 我们说弗洛伊德是一个心理学家 那个亚斯贝尔斯却是个存在主义者的代表 他呢重复了研究了弗洛伊德的 那个科学 他也去研究 达芬奇的童年 我们知道谁研究达芬奇的童年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研究过 他认为达芬奇的童年 他认为达芬奇心理呢 是受到变态的 因为达芬奇是什么 是一个公正人 和一个乡村的村姑的 结合的产物 所以呢 他是五岁的时候才回到父亲那里 所以他的心灵是受到创伤的 但在文艺复兴的那个时候呢 达芬奇能够把那个求学的愿望 内心的压抑 转变为对学问的探言上面 所以那个时代还是好的 就是说那个达芬奇呢 画所有的女性的形象 都是一样的 都像他母亲的形象 但是达芬奇画男性呢 却表现得很有个性 这些都是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 那么现在那个 亚斯贝尔斯呢 也去重复研究这些问题 他也去像弗洛伊德一样 去研究达芬奇 也像弗洛伊德一样 去研究古代的一个神话 叫做尔迪普斯王 就是古希腊一个神话 杀父取母的神话 他也去研究哈姆雷特 他是顺着弗洛伊德的心理学 去研究 结果呢 他转向了存在主义 这个第一派思潮 我们刚才介绍的呢 就是那个存在主义 对现代社会进行反思的 第二种思潮呢 是宗教 也就是当一种 绝对的真理被否认后 那么人应该走向哪里呢 假如我们说科学是最好的 这绝对的真理 但是我们对人的那个科学 进行那个思考以后呢 那么人应该走向哪里呢 那么西方有一种流判呢 就是回归于神 在神的时代里 一切绝对的东西呢 都可以归集到神的那里 但是现在神也没有了 因为谁啊 尼采说过这句话 叫人类杀死了上帝 听说过这句话吗 尼采说的 那么假如上帝已经没有了 人就是上帝 那么绝对世界次序的 绝对性又在哪里呢 从这样一种思索 就转向对人的思索 这种对人的思索 是在没有神的情况下 来仅仅思考的 那么这样呢 就丹麦就出了一个 宗教思想家 也就是神学家 神秘主义者 这个人呢 叫做克尔凯波尔 听说过吗 克尔凯波尔呢 是生于1813年 始于1855年 他也被认为是 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先驱 他对于神的探讨 和尼采的唯一之论 还有乌塞尔的现象学 乌塞尔的现象学呢 都是三者之间 都是有联系的 要解决的是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人在神的框架子 消失以后 人应该如何生存的问题 第三种思考 那就是海德格尔和沙特奠定的 海德格尔呢 是个德国人 他生于1889年 始于1996年 海德格尔从来没有说过 自己是个存在主义者 他和法国的存在主义者沙特 沙特生于1905年 始于1980年 这两个人应该说 都是现代人 他们的思想呢 实际上是用哲学 来思考艺术人生问题 在他们来看呢 哲学不再是一种本体 而艺术成了本体 这句话很有趣啊 哲学不再是本体了 本源的东西 恰恰是艺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